魏月小鼠 湿热起 小肠精通 清卓别 大家好 今天是小鼠 经过阳气最当旺的夏至 阳气往下浅长 到达了小鼠 但是在小鼠时节 因为地上浅长的阳气向上蒸发 天气反而会变得非常闷热 但是还没有到达极点 故称为小鼠 此时太阳到达黄金105度 对应十二地支魏 鼠樱土 此时小肠精当旺 取小肠精的圆穴 顽骨 顽骨穴是小肠精的圆穴 它在碗关节附近 小指侧 大家看 碗骨跟羊骨都是小肠精的穴位 它的区别在于中间有个小骨头 叫做钩骨 我们伸完的时候会发现 它有两条横纹 我们上面这条横纹经过的地方 这个就是碗骨穴的精准定位 还有一种定位方法 我们沿着第五长骨 向着碗关节方向推 推到推不动的 第一个凹陷的位置就是碗骨穴 经过这个小骨头 到达碗关节旁边的凹陷的 这是羊骨穴 红色的是碗骨 这个是很有混淆 游按的时候 拇指渗透进骨关节缝隙 向着碗关节的方向游按 每次游按五分钟 中午1点到3点时游按效果更好 借助牛角木 可以增强游透力 虚寒的患者可以配合碍咎 可以很好的生发阳气 增强代谢 小鼠胃月正是阳急 往下降的时候 精气因被火气压制 火克金不得浮出 所以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即将来临 此时候天气不仅热 还夹杂着湿 心火热于小肠 容易产生小便色痛 小便短刺 口舌生创 懂小肠 热的表现 此时候清腻小肠 非常关键 清小肠热可以配合 按由小指外侧的哨泽到前骨这一段 卫月小鼠 湿热气 小肠精通 清卓别 谢谢大家